品味事件旅人的生命故事 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 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 我是Hannah 今天呢要来讨论巧克力 巧克力 那为什么要讨论巧克力呢 我想呢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呢 情人节才刚刚过完 然后我们有点晚啦 不过没关系不嫌迟 我们还是可以来聊一聊 关于巧克力的历史啊 还有一些巧克力的品牌 不知道大家吃过哪几种啊 首先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巧克力的历史 有些人说巧克力啊 台湾人 然后我像香港的朋友都讲 朱古力 或者是呢 是英文是chocolate 反正巧克力 朱古力 chocolate 就是都是英语啦 就是从英文chocolate翻译过去的 那巧克力的历史呢 要先追溯到这个16世纪之前咯 因为巧克力它的产地哦 是在中南美洲 那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群这个古老的民族叫阿兹特克人 那这些阿兹特克人呢 阿兹特克 阿兹特克 阿兹特克人呢 他们呢 就是在最早的文献喔 说当时的人呢 他们会把这些可可豆磨碎 然后混合一些这个玉米粉啊 辣椒粉调配出来 变一种饮品来饮用啦 来饮用 那这种饮品呢 跟我们现代喝到的这种热可可 差很多哦 不太一样哦 我们现在喝到这种甜甜的浓郁的 完全不是这个味道 那以前的人呢 他们喝的这种热可可 比较像苦苦的中药的那种感觉吧 那当时呢 这个中美洲的人 就把它当成一种药物 一种饮品啊 然后提神啊 或者是做一些宗教仪式使用 都会用到 那当时的这个中美洲的人 他们把可可当成一种神赐之物 他们就是上帝 他们的神 给他们的一种礼物 那这种神来的礼物呢 他们也把它拿来当作这个货币来使用 因为可可豆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那这些可可豆就像钱币一样哦 可以拿来在这个付钱用 比如说买一只兔子 可能要十颗可可豆 然后呢 买这个果一颗人心果 可能要四颗 然后如果呢 要买一个奴隶哦 可能要一百颗可可豆 所以可可豆 它变成一种贸易用的货币 那甚至在一些皇室 他们的晚宴上面 也会拿来作为饮用 就是刚刚讲到的 这个巧克力饮 但跟我们现在巧克力 热巧克力差很多了 那当时的可可豆 甚至也会被拿来做 打赏士兵的这种 一些奖金 然后呢就像刚刚讲也 他们会祭祀的仪式上面会用到 因为毕竟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拿来祭拜神 然后呢是他们的这个神明赐给他们的这个东西 那欧洲人呢 他们其实在1519年呢 他们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可可豆 那我们都知道西班牙的这些殖民者 他们当时呢 就是到达了这个中南美洲 他们首先呢 造访了这个古代的这个墨西哥 也就是阿兹特克帝国 又卡住了 阿兹特克帝国 他们造访了这个阿兹特克帝国 然后呢 这个在里面的皇宫 招待他们的时候呢 就喝到了这个所谓的巧克力汁哦 这个巧克力饮 然后他们觉得哦很奇妙 他们把这黑黑的巧克力汁 倒进这些黄金色的这个杯子当中 那因为当时的这些西班牙人 他们并没有见过所谓的可可豆 所以他们觉得很神奇 然后因为当地人认为这是非常珍贵的 像金子一样哦 很珍贵 所以呢 这些移民的欧洲的这些殖民者 他们就把这些可可豆 一传一传的再回到欧洲 不过这些可可豆刚到欧洲的时候 并没有马上带来这个大流行 因为当时当这些可可豆到欧洲以后 因为它带个苦味 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料理 所以呢 只是把它当成一种药材 像是治疗肚子痛啊 之类的这种病状 后来有人觉得啊 良药苦口很难喝 所以呢 就开始往这个可可的药里面哦 加入了蜂蜜啊 糖啊 香草等等 想要减低它的苦味 让这个人吃药的时候比较好吃下去 就没想到这一家 就反而带起了一个旋风哦 大家发现 哇哦 这个巧克力很好吃耶 甜甜的 巧克力的味道 简直太迷人了 所以这个巧克力哦 甜味的巧克力 就在西班牙的这个宫廷里面 开始刮起了一个流行的一个旋风 那没过多久呢 西班牙当地哦 几乎每一个家庭呢 都可以吃到这个可可了 就很多人就把巧克力哦 拿来喝了 所以呢 当时已经很多人家里都有出现这个巧克力专用的糊哦 装巧克力的巧克力糊 那以当时的那个技术 其实还没有办法制作到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巧克力饮料 或者是一些巧克力砖之类的 那这种粗糙的这个巧克力饮哦 一直延续到了1828年 时间来到1828年 那时候荷兰呢 有一个人 他叫做饭豪顿Van Houghton 他发明了一个叫做可可压碎机的东西 然后呢 从此这个发明呢 改变了整个巧克力的世界 这位Van Houghton的发明呢 成功的把这个可可豆的天然油脂 就是我们俗称的可可脂 还有可可粉分离开来 然后呢 他榨取出来的这个可可粉 就可以加入液体 做成我们现在喝到的这种巧克力汁 巧克力饮 那另外呢 他的可可脂就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块状的巧克力 于是呢 世界上第一块固体的巧克力 就在1847年诞生了 在这位荷兰的这个Van Houghton发明了这个巧克力纸啊 还有巧克力粉没有过多久 1875年的时候 瑞士有一名巧克力师 他叫做Daniel Peter 丹尼尔彼得 那Daniel Peter呢 他经过八年的研究 他研发出了第一款的 全世界第一款的牛奶巧克力 也就是把可可脂 可可粉啊 还有奶粉等等 就做一些比例的调配 发明了第一块牛奶巧克力 然后他把这个新产品命名叫做Gala 就是希腊语牛奶的意思 虽然这个牛奶巧克力被发明出来 可是跟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精炼的巧克力 其实还是有一点一点差距啦 这个技术一直到19世纪的晚期 才有一个叫做Rudolph Lindt 就是鲁道夫莲这个人发明出来 变成把它精炼成这个精致的 我们现在吃到这种口感滑润的这种巧克力 因为他把巧克力的这些汁液 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的 一直翻转啊 摩擦碰撞 才精炼出了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巧克力的口感 那这位Rudolph Lindt 他就是莲瑞士莲巧克力的创办人 那瑞士莲呢 我想很多人都吃过 他就圆圆的一颗一颗 然后有一个金色的字样 写着LINDT Lindt 然后呢 他有出非常多的口味 有时候我像在台湾的那个便利商店 都可以看到瑞士莲卖的那种 什么99%巧克力 然后呢 85%巧克力 对 那一款巧克力就是瑞士莲 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边就觉得很亲切 你可能都有在便利商店买过这个99%巧克力 就是瑞士莲 那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巧克力已经不是只有上流社会可以使用了 因为他的技术不仅纯熟 然后呢 也大量的去生产 所以民间呢 就已经变成大家都可以吃到的一种美食 就像是我记得这个知名的这个香奈尔精品的创办人 Coco Chanel 他每一天都要去巴黎一间有名的茶店 叫做Angelina 去点这个热巧克力 我自己呢 三年前去巴黎旅行的时候 我也跟我爸妈一起去了这一间 Angelina这间茶店 然后呢 就是还打听了 听说当年的Coco Chanel都坐在10号餐桌 就是他有一个他习惯的座位 然后每天都要点一个热巧克力来喝 所以我当时也点了一杯这个热可可 还点了一个他们店里很有名的就是 栗子蒙布朗这个蛋糕 然后带着那个栗子蒙布朗还有热可可 然后特别跑到那个喷水池旁边坐在那边吃着我的这个蒙布朗 然后喝着热可可 可是这个热可可呢 他不像一般我们喝到的这种热巧克力 是汤汤水水的 他喝起来比较像是巧克力酱 很浓很浓 真的很像在喝巧克力酱 那原因就是因为这间Angelina这间茶店呢 他们是用可可粉 很纯的这些黑可可 用这些可可粉去冲泡 然后他们是用古法的方法是去熬煮的 所以呢喝起来比较像浓郁的巧克力酱 所以你看连这种精品创办人Coco Chanel 都想要每天喝一杯 这巧克力真的是非常的迷人 然后现在全世界各地 大家真的有很多巧克力控 很爱吃巧克力 其实我也是 像冰淇淋的口味啊 我除了Mink Chocolate以外呢 我一定会点的就是黑巧克力 我也蛮喜欢吃那种80%以上的那种 有点苦苦的黑巧克力的这种甜点 不过随着这个市场对巧克力的需求越来越庞大 又衍生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呢 这些可可豆他们的灾值 其实呢 都是在赤道附近的这一些地带 那很多地方都是在非洲 那我们都知道在非洲 有很多这种铜工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又说 这些巧克力叫做铜工血汗巧克力 就真的是用铜工去种植 然后用铜工去采收 然后这些铜工他们有可能是没有领到钱的 因为可可豆的产区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最早是在阿兹特克帝国的 这个中南美洲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在非洲 那非洲这边呢 特别是像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的巧克力的产量 就占了世界可可总量的五分之二 也就是40%了 40% 那这么大的产量呢 在这边背后却有很多的这种侵害人权的事件一直频传 比如说呢当地的很多的这些批发商 他们会利用这些奴隶或这些铜工来进行这个灾值 然后有统计还指出说 大概有200万的这些孩童 他们被这些不孝业者被迫害 然后这些大型的巧克力批发厂商 还去购买这些由铜工种植来的这些巧克力 所以这个背后也牵扯到很多这个劳力被剥削的这些问题 那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引发国际高度在讨论 和一直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甚至呢 哈佛大学有个教授 Orlando Patterson 他有去做了一个调查 他就发现说 这些铜工里面有些小孩才五岁耶 然后农场主会从人贩子当中购买铜工 所以又牵扯到人口贩卖的问题 然后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情况下 让这些小孩 去用很锋利的刀去砍这些可可 那当然小孩可能也会受伤 而且大部分的时间 这些童工 有180万的童工 在西非工作的这些童工 他们领不到任何的薪水 他们真的就是奴隶 那这些巧克力被我们形容是血汗巧克力 带着鲜血的巧克力 其实这些巧克力呢 被一些大厂像是Hershess 豪石巧克力 或者是雀巢 Mars这样子的大公司收购 然后甚至连一些知名品牌 像Godiva 这种精品巧克力 或者是Link 刚刚讲到的瑞士联 都有被爆出 他们透过第三方购买可可豆的时候 没有办法确定他们的供应链 当中是否存在着这种 童工被强迫 或者是一些这种劳工剥削的这种事情存在 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很多巧克力都是一些血汗巧克力 那这也后来很多的巧克力他们会在他们的巧克力上面贴了一些贴纸 上面呢是有标示出它是Fair Trade 所谓Fair Trade呢就是公平交易 如果你在你购买的巧克力的袋子上有看到一个圆形 然后蓝绿有点像太极一样的一个图案 它上面写着Fair Trade 这个就是公平交易的巧克力 然后另外有一个图案是一个绿色的圆圈 里面有个黑色的人拿着一个大盆子大锅子的一个图案 这个也是Fair Trade的标签 那一旦有打上Fair Trade标签的巧克力呢 他们会使使用的这些原物料 都是找到是没有剥削这些同工的 或是一些比较供应品交易的状况下取得的原料 那这些品牌的巧克力 其实价格也不会比很多市面上大厂来的高 甚至只是高出一点点而已 几三美金吧 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买我也会买Fair Trade的巧克力 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在购买巧克力的时候 特别注意去购买这种有Fair Trade 公平交易标章的这一些巧克力 或者是咖啡豆 好咯那我们第一个单元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马上回来 请订阅一下 点赞 波、 cameras、转发事件 点赞 波、转发事件 这个单元呢 我们要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巧克力的功效 还有巧克力的禁忌 我想很多人都说 吃巧克力心情会变好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这个巧克力的成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黑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还有白巧克力 那这三种巧克力 它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这个卫福部 这个食品药品管理署的 这个对巧克力命名的 这个标准规范里面有写 它写巧克力的成分呢 是这样子 就是呢 有可可脂 奶粉 可可粉 这三种东西 那像是黑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白巧克力 三种共同都有的 就是可可脂 都一定有可可脂 那黑巧克力是可可脂 加上可可粉或可可膏 然后牛奶巧克力是可可脂 加可可粉 然后还会加奶粉 就是乳粉哦 这个就因为牛奶 然后或者或者有可可膏 所以黑巧克力跟牛奶巧克力的差别 就是牛奶巧克力多了奶粉 那白巧克力就不一样咯 白巧克力没有加可可粉 它只有可可脂 所以它是白色的 另外加上奶粉的部分 对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 就是他们三个的差别 好咯 那说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吃巧克力心情会不会变好 因为我们市售的巧克力呢 通常呢 就是两种嘛 一个就是可可脂加糖 混牛奶 就块状的那种巧克力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可液 就是刚刚讲到的 喝这个Hot Coco 这个热巧克力的部分 那这些的颜色呢 通常呢 你看肉眼去看 越深色的巧克力 它的可可比例就越高 然后相对的砂糖的比例 就会越低嘛 所以味道也会比较苦一点 那有研究就发现哦 黑巧克力呢 它的有含有的这个色胺酸 可以帮助我们呢 合成血清素 那血清素 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然后呢 黑巧克力 它又有颗的颗颗脂 所以它可以刺激我们 大脑的这个脑内飞的合成 所以可以带来这个心情的愉悦 好啦 那既然它可以刺激 这个脑内飞的合成 那确实啦 吃巧克力呢 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不过我想 也不单只是巧克力本身啦 它里面含的这个砂糖也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吃甜的 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比较兴奋嘛 所以呢 巧克力因为有甜味 里面有砂糖 那里面的这个可乐值的成分 所以呢 会刺激我们大脑呢 这个脑内飞的合成哦 那确实吃了 心情会变好 yes 那再来呢 有人就说 诶巧克力呢 里面含有咖啡因 吃了可以提神 是不是跟喝咖啡一样 或者说小孩子是不是不可以吃啊 那这就要讲到说 咖啡因呢 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的兴奋剂 那它可以让我们先驱走睡意 暂时回复这个精神 所以很多人喝咖啡 吃巧克力都是用来提神 那没有错 因为巧克力里面呢 它是含有咖啡因成分的 那咖啡因我们都知道 咖啡、茶、可乐、巧克力 这些都有 所以只要拥有咖啡因的这些食物 它吃了以后 确实呢 都会让人比较兴奋 不过呢 要记得哦 如果你是要提神去吃的话 那要吃黑巧克力哦 因为呢 牛奶巧克力通常 咖啡因的含量就很低 白巧克力有一些甚至 已经几乎是没有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是要提神的目的 那请吃黑巧克力 那这又说到说 诶 那巧克力的禁忌啦 因为刚刚说 那既然巧克力可以提神 又有咖啡因 是不是小朋友就不能吃 没有错 八岁以下的这个小孩 其实是不适合吃巧克力的 因为呢 小孩的体质比较脆弱 它第一个当然影响睡眠 然后再来有些严重的 可能会让小孩这个神经过度兴奋 有时候会出现像流鼻血这样的状况 然后再来孕妇也不适合吃巧克力 因为呢巧克力它当中的可可碱有可能会到胜入到母乳当中 那就会被小孩吸收 那这个婴幼儿吸母奶的时候 又吸收到这个可可碱 那对婴幼儿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是很好 但是像在美国啊 美国很特别的就是情人节啊 连小朋友那种幼幼班都在庆祝 情人节在美国是一个蛮大的节日 那这个节日我觉得已经不只是情人在庆祝 因为美国人已经把它升华成一种就是 情人节就是一种互送礼物表达爱的方式 那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喜欢送礼物给别人表达爱 爱的语言很多是用送礼物的方式来表达的这种民族 所以咯我觉得我常常到了情人节 我就会看到这个所有朋友网路上的那个贴的照片啊贴文 全部都是他家小孩子到学校拿了一大堆的这个糖果啊礼物回来 那跟万圣节美国万圣节也是 就是也是搜刮一堆巧克力啊糖果回来 所以其实在美国啊 八岁以前不能吃巧克力 我觉得是一件蛮困难的事 因为像这种大型节日 学生啊之间都在互送 然后我每次都看到有很多的朋友 都要开始做家庭代工 包一包一包一包这种十几二十几包的巧克力 然后还要在上面写名字 写给班上的小孩班上的同学 所以就是一个大工程 然后你小孩带去学校送给同学以后 又会抱着一大堆的这个巧克力糖果饼干等等回家 所以呢真的在美国成长的小孩 很难避免八岁以前不让他吃到巧克力啰 另外哦还有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常常生理期 精痛不舒服就会去买巧克力来吃 到底吃巧克力对筋动有没有效果呢 根据这个医生的这个回答啦 是说呢这个巧克力呢 特别是黑巧克力多少是可以舒缓这个生理期的不适 因为黑巧克力当中的这个色胺酸或可可脂 它可以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 还有脑内肥所以会让人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然后呢就可以让旌旗的这些负面情绪得到一些舒缓 另外呢就是巧克力当中有美的这个成分 那美可以使我们的肌肉放松 所以可能多少有一点点舒缓疼痛的这个状态 不过呢因为呢巧克力里面的糖分和咖啡因的这个成分 其实还是很多的 所以呢多吃呢其实呢不只会变胖 有可能反而是刺激了这个子宫收缩 然后呢让筋痛更痛 所以旌旗吃巧克力呢 可能对于每一个女性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不是适合每一位女性 那医生就是说如果筋痛的话 还是建议吃止痛药或者去就医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亲身试试看咯 如果吃了以后呢在生理期会不舒服 那就不要吃了 那如果呢吃了以后真的觉得 可以舒缓情绪或者是呢 让自己这个舒缓疼痛 那就不妨可以试试看 然后网路上有种仿先的说法是说 吃巧克力其实不会胖啦 吃巧克力呢反而还可以有助于这个控制体重呢 那这理论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呢 它吃起来如果有甜味的话 里面一定有加糖嘛 所以这就是在于这个巧克力和糖分的比例咯 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吃巧克力呢 达到这个减重的效果的话呢 其实当然就是不能吃含糖量高的巧克力 依据这个研究报告啊 是说呢其实呢可可呢 它当中的一些成分呢 确实是可以改善胰岛素啊的敏感性啊 降低这个脂肪合成的基因表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的 然后呢可以抑制食欲啊 或者是还有一些荷尔蒙啊等等的 巧克力确实是在医学上是可以帮助体重控制 可是前提就是它不能是甜的 就不能是很多糖分的 而且呢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摄取哦 如果长期都这样去摄取的话 并不会减重 有可能反而会发胖 因为呢你长期吃呢 或者吃太多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 所以大家呢在吃的时候呢 还是要谨慎的考虑哦 不过呢巧克力呢吃的话 确实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 另外呢也是提醒啊 像有一些像有糖尿病的人啊 就是这种巧克力高糖的啊 不要吃 然后再来还有一些 有些人胃不好的 尽量也不要吃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会刺激胃酸 所以呢有些人吃了以后 会觉得胃酸逆流或什么 会有灼痛感 好啦那这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这个巧克力的好与坏 还有一些巧克力的这个江湖传说 我们这个单元也都到这边 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三个单元 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世界十大巧克力品牌 你听过哪几种哦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身为这个我也是很爱吃巧克力的人 我刚刚一边看我也在算有哪一些品牌是我吃过的 好啦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也会放在这个粉砖让大家投票 这十大品牌 看看哪些品牌是你吃过的 好了首先刚刚我们最早讲到这个瑞士莲 就是个LINKS这个瑞士莲巧克力 它的长相呢就是圆圆的一颗一颗的球 这个是它的特色招牌巧克力 然后用那个亮亮的这个彩色的纸 像是红色蓝色什么 然后两边拧在一起包成像是有点像糖果一样的图案 我还记得我有一年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 就是抽到一盒超级大盒的这个瑞士莲巧克力 不过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他家的口味 因为有点甜啊太甜即便是黑巧克力 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太甜 不过这个这是老字号的品牌啦 在很多像美国的超市啊 或者是很多像Costco啊什么的 也常常都可以见到 那再来呢这一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贝壳巧克力 它家的招牌是贝壳巧克力的形状 那这一间呢叫做吉利莲 也是莲 它叫Gillian Gillian 吉利莲巧克力 它最知名的就是呢 它是从比利时来的 它被比利时王室授予过经质的这个勋章 这个奖章 那这个巧克力品牌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海洋贝壳系列 他们号称呢他们的这个quality哦是世界顶级的 他们有一个AMBAO的这个标章 这个标志是欧盟唯一认可的纯可可纸标志 所以下次大家看到这个一整盒打开 各式各样的贝壳形状的这个巧克力 那它就是知名的这个比利时的Gillian 吉利莲 另外还有一个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吃过 包含很多在台湾长大的人都知道这个意大利的巧克力 Ferrero Roche 肺列罗 金沙 对 Roche 金沙 金沙巧克力这个呢可能是 啊就是广告打得非常的凶 所以像我自己小时候呢在台湾 就是只要是就是收到金沙巧克力啊的这个礼物都会很开心 那确实里面那个榛果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它最经典的当然就是每一颗的这个巧克力都用一个金箔纸 独立独立的这样子包装起来 然后呢贴上这个烫金的小标签 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做成什么金沙玫瑰花束啊 所以好像一讲到这个金沙就让人跟这个情人节 然后跟爱情啊这个送那个情人送礼就会很自然的连结在一起 他们广告真的打得非常成功 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比利时还有一个知名的品牌叫做Godiva 对有人叫Godiva 美国发音啦那比利时当地的发音是Godiva 那Godiva这个巧克力呢 它有名的是它的松露巧克力系列 那这间巧克力店通常都是开在一些精品商圈里面 那它也有卖饮品也有卖像是冰淇淋这样子的 那Godiva呢更是在比利时它是皇室御用的巧克力品牌哦 所以大家也都说它是这个最贵气的巧克力 知名度也是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还有一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是号称那个巧克力界的劳斯莱斯 它叫做代宝加尔dubuvigale 我也不知道这样发音对不对哦 这是我听到那个Google的这个翻译发音 dubuvigale 这个是代宝加尔 这是法国的巧克力 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浪漫 然后呢非常非常尊贵的感觉 它是法国最古老最著名的皇室巧克力品牌 这一间我倒是还没有吃过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叫比利 也又是比利时 因为比利时巧克力非常知名 这个叫做Leonidas 利奥尼达斯 它也是个比利时巧克力 它的盒子呢是金色的 我觉得这巧克力包装好像都脱离不了金色 要显出它的这个贵气 那它的巧克力呢就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多元一点 因为呢里面还会有像什么橘子造型的软糖 然后也会有一些是用那种金箔纸包起来的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上面就有它的一个L的一个潮写L的这个图案 不过这款巧克力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只觉得很甜 那可能大家看到照片会比较知道是哪一家 那这个Neonidas 也会把这个照片呢放到这个幸福餐桌的脸书粉专上面让大家投票 那它这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很新鲜 然后它们号称它们百分之百纯手工 然后不含防腐剂 所以它是走一个就是新鲜不含防腐剂的这个品质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蛮有名的法国巧克力 它有名的是它有很多长得像可可豆 可可豆一样一颗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的造型 那它叫做Verona法福那 那这个法福那也是法国的巧克力 所以你看我们看下来好像就是法国跟比利时的巧克力是比较知名的 然后也都是走一种比较是精品巧克力的感觉 好了另外还有一间法国巧克力很有名叫做Richard理查特 这一间大家应该可能看到照片都会有印象 那就是呢理查特呢号称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巧克力 因为它的巧克力是彩色的 它的巧克力的特色就是呢上面就是平面的 然后会有不同彩色的花纹喔有几何图形在上面变化 有爆纹啊圆圈螺旋状啊然后点点斑点条纹等等的 甚至他们还可以根据这个客户的要求去制作这个图案 然后徽章等等另外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M&巧克力 M&巧克力呢他们的这个slogan就是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然后呢他们还被票选为这个全美第一广告名剧喔在2004年的时候 那它厉害的就是它有彩色的糖果这样一颗一颗的包装 然后用卡通的形象去传递它所以可能很多小朋友就会很喜爱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是叫Hershus好食巧克力 那Hershus的这个巧克力大家有印象的可能就是它 有点长得有点像便便的就是银色的包装 然后一颗一颗锥状的那个形状水滴状啦 然后上面还会有一条小小的那个纸条黏在上面 那这个就是Hershus荷喜巧克力好食巧克力这间是美国的公司 所以呢这十间公司喔看得出来就是美国的公司 就是走一种比较粗暴啊评价的这个路线 那另外呢法国或比利时都是走精品巧克力的喔 刚刚提到了这几款巧克力不知道呢你吃过哪几种 如果你听的话想象不出来是哪些品牌 没关系欢迎大家可以到幸福餐座粉专 然后呢去看一下然后投个票 看看呢这十张照片你能够分辨出哪几个 这个单元到这边先听个音乐马上回来 那今天呢节目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食谱 那这个食谱呢要分享的是这个鸟巢巧克力 这个鸟巢巧克力呢它是很超级简单只需要三种原料 第一个就是买任何你喜欢的巧克力砖就一整片的那种巧克力 任何一种品牌甜的苦的牛奶的还是黑巧克力都是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甚至你要用白巧克力都可以 那这个巧克力呢大家大家自己自己去买哦喜欢的品牌喜欢的口味 那接着呢我们呢要买的是无盐奶油 不要有盐哦不然你做出来就有点咸味 那再来就是玉米脆片 玉米脆片呢我推荐呢就是那种 比如说可以买有一只老虎的那个cereal 它就是原味的玉米脆片 如果不想要太甜就买上面没有糖霜的 可是如果呢你可以买到另外一种我觉得也口感很好的是豆豆的 黑色的一颗一颗的那种是chocolate rice的那种cereal 就是一点一点一小颗小颗 好像cereal品牌是一只猴子啦就黑色的巧克力豆 那种也可以我觉得口感也很不错 就是狮子跟那个不是狮子好像是老虎 老虎跟公鸡还有那个猴子 这三种的口感都做这个巧克力鸟巢都不错 那这巧克力鸟巢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我们准备225克的这个黑巧克力 然后你用那个菜刀把它切切切切切切碎 尽量啦会比较好融化 或者是就是掰碎就是掰成一片一片小块小块的 丢到那个不要直接丢到锅子里哦 你放在一个玻璃碗或者是一个就是可以隔热的 那个钢盆之类的那把它放进去 接着我们要用那个隔水加热的方式就是double boil 它就是呢下面用一个小的牛奶锅加大概三分之一的水 然后呢在锅子煮煮到那个水滚了以后 把钢盆或者是这个玻璃盆放到这个牛奶锅上面 那技巧就是下面的这个牛奶锅要比较口径比较小 然后上面的那个碗或者是盆子口径要比较大 所以呢当大盆子叠在小的锅子上的时候 它就不会掉下去 它就可以腾空 那腾空的这种做法呢 它是用水蒸汽来融化这个巧克力 然后巧克力不会碰到水汽 重点是巧克力不可以碰到水汽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巧克力放在盆子以后 叠到这个小锅子上面 然后小锅子里面有水嘛 煮滚的时候这些水变成热热的水蒸汽往上冒 然后会碰到这个叠在它上面的这个锅子 然后这个锅子就会有热度 然后又没有水分 然后又不是直接火去煮 所以巧克力也不会烧焦 那巧克力就在这种状况下 就会慢慢慢慢的融化了 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那不然还有一种这个头吃饱 就是懒人的方法 就是把巧克力呢 放在可以微波的玻璃碗啊 或陶瓷碗里面 放到微波炉里面 调成中小火 微波大概30秒 拿出来用刮刀稍微翻拌一下 再放回去微波炉 再微波20到30秒 反复操作三四次 为什么不要一口气微波两分钟 因为微波炉它微波的时候会不均匀 所以往往它可能是中间烧焦 然后旁边的巧克力融化了 那只要巧克力烧焦以后 你整锅的巧克力就不能用了 或者是呢像巧克力它如果只进水的话呢 那巧克力就没办法凝固了 它就会变成像豆花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碎片 就没办法融在一起 所以呢巧克力最忌讳的就是 不能碰到水 然后不能让它直接用火让它烧焦 然后微波的话呢 就是要分多次 然后呢拿出来翻拌一下 让它均匀再放回去 微波30秒 拿出来再翻拌一下 直到巧克力融化 就不要再继续microwave了 要不然它也会焦掉 好那这巧克力已经变得液态状了融化了 我们就可以把无盐奶油 50克的无盐奶油丢进去 那奶油碰到油温度的这个巧克力 它也会慢慢的融化开来 融化完了以后呢 请你把巧克力跟无盐奶油混合均匀 那这巧克力它油脂就比较多 到时候吃起来才会比较顺口 那接着就把75克的玉米片 不管你是用玉米豆还是玉米片 倒进去 倒进去了以后呢 开始秤这个巧克力 冷却凝固之前翻拌 让所有的玉米片都裹上了这个巧克力 接着呢就是把这些裹好的 那个玉米片巧克力 分装在比如一个一个的 杯子蛋糕的那个模型里面 或者是你有纸杯 装在一个一个的纸杯里 甚至是你就拿出一张锡箔纸 或是一张那种烤焙纸哦 就是perchment paper 防粘的 撕一张大张的 把巧克力用汤匙挖成一小坨一小坨的 放在你的锡箔纸或是烤焙纸上面 等待它冷却凝固了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整块这个巧克力脆片 从锡箔纸上拆下来 那如果要加快速度的话 也可以把这些巧克力送到冰箱里面 冰一阵子 很快它就马上就凝固在一起了 所以这就会变成很好吃的巧克力脆片 我觉得这个巧克力脆片的做法超简单 还可以跟小孩子 就家里的小孩 或是我以前也常常让学生 就是小朋友一起去制作 那你只需要巧克力 无盐奶油和玉米片 就可以做到了 原料好取得 然后吃起来超好吃的 那这个呢就交给大家咯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巧克力甜点 那最后节目要结束前 还是一样提醒各位 请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 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们拜托 给我们这个星星 给我们五颗星 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留下评价 鼓励我的话 让我可以有动力继续创作节目咯 那如果你们想要参加 刚刚说的这个投票的互动的话 就可以到脸书搜寻幸福餐桌 你就会找到我们的粉砖 然后粉砖上时不时都会搭配 这个Podcast的主题 会有让大家参加这个票选的这个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留言啊 或是你有想要特别邀什么的来宾啊 想要有什么样的主题 都欢迎可以在脸书 YouTube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搜寻幸福餐桌 Blissful Dining 就可以找到我 那如果你想要看动态影音 我拍的一些食谱影片 也可以到YouTube的频道上面去搜寻 好咯那最后呢 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虽然迟到了 但还是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咯 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 拜拜